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周四上午发表《健康以及床照》的政策愿景 提出以人工智慧和大数据提升医疗服务水准 并把自通讯、医疗服务和生技三种产业结合 推动智慧医疗、精准医疗、再生医疗和生技新药发展 也许单打独斗我不敢说第一 但是三对三斗牛我们绝对有机会 所以我们推出来的医疗政策 就是希望跟医界大家共同合作 也能够团结国人大家一起来打造健康台湾 赖清德针对医疗政策提出九大重点 包含设立百亿癌症新药基金 目标要癌症死亡降低三分之一 以及串联南北生技园区打造台湾生医产业廊带 长照3.0部分则提出了四项重点 内容包含住宿服务机构 使用者补助要扩大到18万元 并新增晚间到宅照顾服务 媒体也关注未来法规是否针对长照 给予条件更佳的保障 例如允许民众带薪休假照顾父母 为了健全医疗照顾环境 赖清德也说要持续改善医疗人员的工作条件 提升医事人员工作待遇 并将互并笔入法 预计从急重症夜班获理人员开始改善 互并笔入法则预计在两年到第一任期内立法完成 新台湾亚太电视 林家维 黄雁玲 台湾台北报道